哈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要用糯米还有紫薯来做好吃的 今天的这糕点是以凉热的兰花糯米糕以加以改变而成的 食材非常简单,只用了糯米还有紫薯 再加上兰花、兰色 还有用了斑兰叶增加香气 那还有一个少不了的食材就是马六甲椰糖了 我们就一起来试试做吧 我是方启川,感谢您关注、订阅、分享,谢谢 番薯在马来西亚是一种非常容易种的植物 首先我先来把这番薯去皮 这番薯是紫色的,我也叫它为紫薯 洗干净之后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把它摆入盆中 之后先把它放一旁 这里我也蒸了一些糯米 蒸过的糯米要蒸要煮也比较容易熟 糯米对一些老人比较难消化 因此我就加入了这一个紫薯 我们都知道紫薯对消化是非常好的 这一缸一揉加上来就不会有消化的问题了 这是我家种的斑兰叶 洗干净之后把它切成小块 最近经常下雨,这兰花也开得非常旺盛 采个七八朵下来把它清洗干净 一般上我们是用烧水来汆烫着兰花 其他的颜色来煮着糯米 那煮出来的糯米饭就会变成蓝色了 那今天我要用兰花一起参入糯米煮 煮出来的糯米饭会更加的特别哦 先把它剪碎一些 把它放入碗中央打个底 之后再把洗好的糯米倒进来 加入少许的水在这碗中 之后把它铺均匀 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把这斑兰叶 插入这米中 OK,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放入锅中去蒸了 这紫薯盘我在中间控出一个空位出来 然后把这糯米饭放入中央 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起下锅蒸了 紫薯只需要蒸个10分钟就会熟透了 熟了的紫薯我们可以先把它取出来 再次的把这糯米放回锅中 糯米需要蒸个半个小时到45分钟才会熟透哦 我们先来处理紫薯这个部分 在这紫薯盘当中直接加入两汤匙半的细砂糖 之后用个按压器把这些紫薯全部都压成泥 在这按压当中 这个细砂糖还有这个紫薯自然而然就会 摊杂在一起了 之后再加入一搓黄油大约30克左右 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混合均匀了 混合好之后可以用保鲜紫 先把它包裹起来让它松拾一下下 现在这糯米换也熟了 我把它拿出来 哇整个斑南香气非常香啊 熏到我整个厨房都是香味呢 现在可以开始把这斑南叶取走了 用筷子稍微把这糯米换混合一下下 让它有一个橙质感的颜色 像这样就好了不需要太均匀哦 这紫薯已经是放凉了 把它取出来放在碗中 拿一小部分把它搓成小盐球 每一个盐球状大概是20克左右 像我起一粒紫薯丸出来 用糯米饭呢把这紫薯丸包上来 糯米饭是非常粘手的 所以手呢可以粘一张水 这样糯米饭呢就不会粘在手上了 你看看这糯米饭有一些比较深色 有一些比较浅色 而我刚才减碎的这一些兰花放在里面呢 全部都溶解了 都看不到了 包好上一半把它转过来 再下一半这一边呢 我们也会继续的把这糯米饭呢 把它放上去把它包裹上来 好了之后可以用手把它拍一拍 让它更紧实一些 我家种了一些蓝浆 这蓝浆叶非常的漂亮 我把它拿来铺底 还有剩下一些紫薯我一样把它做成小盐球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看上来这紫薯一内一外的看上来也非常的特别 在这药丰压糕点里面啊 少不了的就是这个椰糖浆了 把它淋一些在这糕点上 不只是带有甜味 而且呢还有清淡的这一个椰香 OK这传统糕点已经是做好了 这糕点紫色还有蓝色的配搭 再加上绿色的叶子来铺底整个炕上来是非常的吸引人哦 紫薯的味道也非常的好 不会太甜 现在我们切开这糯米糕点来看看 哇哦 你看看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颜色非常的鲜艳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颜色 内线紫色的紫薯 以包裹着蓝色的糯米一起的配搭 真是太好看了 这一口一口咬到嘴里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清香的 而且也都不会腻 好了各位朋友 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下个视频哦 谢谢您